澳门媒体报导 一批由台湾进口的芒果 在上个月29号被验出新冠病毒 澳门当地已经将20箱 总共是100公斤的芒果 全数销毁 暂缓厂商进口一周 对此农委会强调 目前没有研究指出 病毒可以透过农鱼畜牧等产品包装进行传播 而度物专家也表示了 新冠病毒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 从蔬果间接染疫 风险比被陨石砸到还要低 台湾芒果外销竟然验出确诊 澳门媒体报导 上个月29号 一批由台湾进口的芒果 经过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东地立刻将20箱 共100公斤芒果全数销毁 暂缓进口一周 消息传回台湾 农民不可置信 我也觉得不可能 本身人如果有确诊 都过山也没有 可能病毒博存那么久 是不是到国外的时候 在他们的海关那边还是说 他们的包装人员那边 有确诊 有这些疑虑的 这样认为不是没有根据 台湾芒果外销澳门 大约三天时间 但香港研究指出 新冠病毒停留纸箱 只有一天寿命 就连毒物专家也表示 经过长时间运送 还能测出 病毒恐怕不是来自台湾 加上新冠病毒 飞沫传染 从蔬果间接染疫 风险比陨石砸到还要低 鼻子或者是用嘴巴 就直接暴露到 水果上面的病毒的话 病毒量也不会高到 会造成我们确诊 可以说是零 当然会是比陨石砸到的 机率还要低很多 其有中国 以及它所属的相关的 这些关税领域的区域 还有在检测 所谓的COVID-19病毒 COVID-19的检验 是由卫福部食药署 日前所验证出来的 都是阴性的 所以如果跟消费的讲说 我们的芒果确诊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今年芒果产量锐减 只剩以往两到三成 虽然买气还可以 不过传出芒果外销确诊 无疑是对农民一大打击 究竟从哪 战染病毒必须提出证据 否则空口说白话 农民无法接受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